歡迎回來 再來關注各國疫情進展 在美軍航空母艦羅斯福號上 已經有93人確診 而桑達摩號郵輪在美國佛州海岸 等待上岸許可 西班牙超過1萬人死於中共病毒 各國持續延長居家防疫令 截至週四 全球超過95.5萬人感染中共病毒 累計死亡48,576人 停泊在關島的美軍航空母艦羅斯福號上 4800名官兵已有1200多人接受病毒檢測 93人確診感染 美國少將約翰·門尼表示 目前已有1000名水手下船轉移到關島 未來幾天會陸續讓其他官兵下船 ABC新聞主播早安美國聯合主持人 喬治·斯蒂芬諾普洛斯的妻子 美國知名演員阿里·溫特沃斯 週三在Instagram上發消息 說自己中共病毒檢測呈陽性 52歲的美國作曲家 唱片製作人 艾美獎及格萊美獎得主亞當·史雷辛格 感染中共病毒 4月1號在紐約州北部一家醫院去世 美國芭蕾舞大師威廉·伯曼 週一在紐約市西乃山西醫院 死於中共病毒引起的病發症 再過5天 他將度過81歲生日 以色列衛生部長黎茲曼夫婦確診感染 現被隔離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呼籲 所有公民在公共場合戴口罩 俄羅斯的確診病例24小時內猛增771例 確診總數累計3548人 總統普京的醫生病毒測試呈陽性 普京隨後在家工作 並未受到感染 週四 西班牙感染中共病毒死亡總數超過1萬人 累計確診110238人 直逼意大利 西班牙醫生防護設備缺乏 14.7%的確診者是醫療人員 法國軍隊協助將巴黎的病患 轉移到其他地區 緩解當地壓力 法國當局表示 大東部地區有570人死在療養院 中共病毒爆發以來 法國重症監護病房床位已增加兩倍 近期將增長近三倍 河美航運公司的郵輪桑達姆號 以及另一艘郵輪路特丹號週四清晨 抵達美國佛州勞德戴爾堡 等待最終的上岸許可 兩船共載有2500人 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及其他國家 新唐人記者李梅、陳海月綜合報導